家常炒腐竹 大家好 我是田园 今天和你分享一道家常炒腐竹 这道菜的特点是我对腐竹事先做了一点处理 这样会比较好吃 先把腐竹泡软 泡腐竹的时候 宁可时间花长一点用冷水来泡 想快一点可以用不碳手的温水 但不要用开水来泡 腐竹表面容易泡烂 会不好看 同时再泡发4-5颗冬菇 腐竹泡好以后 记得把里面的水分撞干 再切成小段 冬菇也切成条 同时再准备小半个西红柿 胡萝卜和辣椒 不吃辣的可以用灯笼椒 我把份量写在这里 现在把腐竹放在一个碗里 打进一个鸡蛋 再放少量的盐 还有生粉或者素粉 就任意的淀粉都行 把它抓匀 放在一边备用 炒锅先烧热 再放油 把腐竹放进去 开中火来煎 碗底的这些蛋液也倒进去 煎到底部焦黄 再放面 把腐竹全部煎到两面金黄 取出来 回到炒锅 再放少量的油 把刚才的这些配料都炒一下 冬菇先炒香 还有就是 胡萝卜 辣椒 还有西红柿 要把西红柿的汤汁炒出来 把西红柿炒软 那么西红柿的酸味就会出来 这道菜的味道会更好 然后往里面再放调味料 放进炒好的腐竹 拌匀 这个时候腐竹会比较干 在碗里面加一点水 把它焖熟 把腐竹煮到入味 软烂干好 最后淋上香油 也叫麻油 就可以出锅了 辅足经过这样处理以后 它的麦香和口感和味道都会更好 这是一道营养丰富的家常菜 大家不妨动手试一下 好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